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众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讲一讲 红海的局势 因为现在红海的局势 是目前全世界最热的一个点 其实比台湾这个点还要热 因为毕竟啊 这边是美国和整个 这个东方阵营 所谓的威权阵营吧 博弈的一个直接开战的一个点 就在这里 那么现在呢 有很多情况 美国海军陆战队啊 不是 美国海豹突击队 两名队员阵亡 许多红海过路商船 在航运公开信息中 被读由中国船员 说是中国的船只 现在就是 只要扛出中国这边大旗 胡塞武装就会放你一马 那么还有就是 这个 我们讲的 也门胡塞武装被炸的情况 其实美国是在空炸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这个消息 彭博社十一日报道 除了在公开信息中 声明与以色列无关 近来还有至少五艘船只 在穿越红海时 其国际航运 实施最终信息的目的地一栏中 附在填上了 诸如船上均为中国船员 等类似的备注内容 已是该船只与中国有关 美美解读道 这些做法似乎是为了避免 野门胡塞武装分子 在红海发动袭击 而采取的特别之举 报道称 船只目的地的公开信息 通常由船员手动输入 可以在各类航运 实施最终网站中查询到 在五艘船只的做法显示 船员必须 船员或者航运公司认为 在公开信息中突出与中国的关系 可以帮助其避免遇到袭击 根据彭博社所举的例子 目前五艘曾显示 与中国相关信息的船只 两艘正在红海航行 另外两艘已经驶离红海 向亚洲方向就航行 还有一艘似乎正准备前往雅定湾 这艘向雅定湾航行的是一艘名为 这个名字太长了就不念了 的集装相船 船级利比利亚 今年1月3日从中国南沙港出发 目前位置显示其正位印度附近 截至发稿前 这艘船的最终信息显示 其余基于1月25日抵达埃及 阿布基尔港 目的地依然备注了全员中国籍 普勃社还提到 除了这五艘船只 另有四艘存处于红海区域的船只 在备注中显明 与以色列没有关系 每月早月时候 也门胡赛武装高级领导人 穆海默的阿里胡赛 曾提出一项 避免红海 军事化的提议 其表示 只有通过红海的船只 市民与以色列没有关系 就不会遭到袭击 那么根据最新最终结果 一艘原油邮轮和一艘散装船 已经抵达港 另一艘从也门 河达台港出发的集团箱 正在阿拉伯海域附近 还有一艘散装船 目前仍然处于红海区域 那么这个消息呢 就说明几个信息 第一个啊 这个很明确 就是只要你报中国 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呢 这一边的红海航运 跟中国没有关系 就是老兵一直讲的 就说我们中国的船只在这里 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有中国船员的船只 也是不会被遭到袭击的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就代表了中国在这个背后的一个地位 一个龙头带头大哥的一个地位 那么国内有些这个工资专家 去这个骂胡塞武装 说影响了国际航运 这个其实就是替他们在呐喊 这种人是受了钱的 因为他们不袭击中国的船只 也不袭击中国船员 他只袭击以色列 和以色列有关的这些欧洲国家船只 比如说像日本 他那么就会去袭击 那么这个做法有很多个看点 第一大 第一个我们明确了解了 跟中国有关的 不会被成为袭击内容 而且也是可以有特权的 第二点 就是那有的人说 那这些船只 包括以色列船只 他们都去报中国的名字 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那第二点 如果他这么去做 他们就很丢人 就原来你以色列害怕 原来你欧盟害怕 因为你日本韩国害怕 你美国的船只也很害怕 是不是 要去报中国的名字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安全 要靠报中国的名义 来保证他们的安全 那大家本身就属于敌对的 你这么做 不就是丢脸丢大法了吗 就代表说他们这些国家 没有能力来保护安全 即使也们被美国英国给轰炸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和能力 来保障他们自身的商业船队的安全 这个就很丢脸 那第三点就是说 在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啊 对吧 你想要在红海过 中国的力量 它就是扩张到这里来 啊 我们整个对印度洋的这个把控 就是这么厉害 我们就是在这里介入我们的军事力量 啊 所以说你美国想在这里搞 想在这里搞事情 你不是跟胡塞武装在这里搞事情 你是和整个中华文明 东人教和伊斯兰世界 的这个大团结的这个大部队在这里搞 啊 这个也没胡塞武装也说了 呃 我们也要派兵去加沙去参加战斗了 要让埃 就让沙特借道 啊 你借道 我们就过去就去打仗去了 他就是跟你来玩命 阿拉伯人人口也也是众多的 虽然打仗不打击 但人口众多 他远远不断的往前线去搞 他哪怕 十个阿拉伯人换一个以色列人 他他妈都是赚的 他都是他都是赚钱的 他都是他妈不亏的 他都获得利益了 那你能扛得住吗 而且现在野门胡塞武装已经告诉全世界 啊 你美国跟英国对我的第二轮军事打击 我无伤亡 无损失 这就是老兵讲的 胡塞武装 人家不是傻逼 傻蛋 美国讲的那些目标 什么雷达战 防空系统 计算机中心 导弹兵工厂 发射阵地 这些他全都是在地下的 在那个戈壁沙漠里面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 你美国跟英国的空军在轰炸 实际上就是在空炸 就是像对了新疆那个戈壁滩上面 你去放导弹 随便你去炸 你想怎么炸就怎么炸 就像你只是把它当到一个靶场 但是你是干不了他们的 因为他们拥有过去十年 甚至说他们从92年开始创业到现在 一直遭受全副美式装备的沙特的轰炸 炸到现在了 人家拥有丰富的抗炸能力 所以我说过 像西方这种国家 像阿米利卡 只要它的轰炸没有任何的作用 它就打不了仗 朝鲜战争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的轰炸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没有任何的用 对吧 那美国这边就战败了 美国的轰炸地毯式的轰炸 地毯式轰炸这个词来自于越南战争 当时的林登约翰逊 就是对越南整个北部进行狂轰滥炸 但是它的轰炸没有任何用 对越共采取不了任何的作用 形成不了任何的作用 怎么办 那你美国就战败了 美国打伊拉克 为什么现在不撤军 在现在不撤军 因为 在那边它没有目标可以躲 但是美国它控制得了那边吗 它只是有驻军 但是它控制不了局面 阿富汗也是 美国打塔利班 塔利班往黑寡妇山区里面一躲 美国一点办法都没有 现在也门也是这样的 也门这个地方 地图上看上去就这么大 但是它这个地方一穷二百 而且它的城市是政府军控制的 政府军说 我们他妈的跟胡塞武装是划进界限的 我们都是在进行谈判 对吧 你炸也门城市也不现实 你去炸它干嘛 人家也门说 我不支持胡塞武装这么干 胡塞武装是他自己的行为 就相当于他像台湾一样的 控制一块地盘 他自己像如果台湾去干海盗了 那关中中国什么事情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你对他们轰炸 你炸不了他任何的目标 你都是在轰炸 所以说美国跟英国说 成功击中多少个目标 你自己假定的目标 确实是被你给击中了 但人家没有损失 你两轮轰炸一百多个目标 打了这么多 几个亿都已经烧进去了 炸了这么多地方 战斧 学航 导弹 乱七八糟都发射了 你打了这么多地方 胡塞武装 说句实在话 一个人都没有死 就得说炸死五个 伤了六个 那还是平民 被美国就是说 可能来在沙漠里面这个平民 他们那边野门都是贝毒阴冷嘛 炸八景的阿拉伯人 大家知道 炸八景的阿拉伯人 就是发源于野门 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的就所谓的贝毒英文 他是在野门这里发源的 是他整个阿拉伯文化的发源地 他就在这个沙漠里面 有些可能搭个帐篷 像那个蒙古游民族那样 搭个蒙古包 他们也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帐篷 然后可能站在放羊 在那里 放牛干嘛的 美国把这样的目标给炸了 他说这个是胡塞武装 他炸平民说 他是在炸胡塞武装 所以说 这就能够看到说 他们对胡塞武装 有多么的无能为力 对吧 啊 在那里秀武力 有多么无能为力 OK好 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 好 美国 然后海军陆战队 他妈的也出事了 海豹 美国两名海豹队员生死不明 在雅丁湾全企图登船坠海 美国多名官员透露 两名海豹突击队员 11日在苏玛里亚海域 执行任务登船的失落海 失踪执行生死不明 搜救京东已经展开 结果美联社 黄伦队邮报等报道 这期事件发生在雅丁湾 当时海面波涛汹涌 海豹队员接近一艘船只 登船 其中一人从地质上摔落 这期事件总计两名海豹队员失踪 失踪人员尚未待确认 也不清楚海豹队员何时 为什么要登船 以及他们登上的船是哪一艘船 不过由官员透露 这期事件与美国经济在 红海亚丁湾所执行 保护少年国际行动 他们说是无关的 也和伊朗扣押悬挂 马绍尔群岛国企的 游人事件无关 针对这期事件 美国中央司令部 实际上的透露声明 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 已顺着两名失踪人员的位置 且不会在 人员搜救行动完成之前 透露更多讯息 大家要知道 报道指出 该区域的特种作战部队 其实一直面临 艰巨的反恐任务 及其他困难行动 去年11月 一支精锐航空部队的 五名机组人员 在塞浦勒斯和沿海的 加油意外事故中丧生 那么有可能这两名人员 他们要登陆 胡塞武装的船只 被他们给打死了 或者被他们给绑了 大家要知道 索马里也是反美的 对不对 这两名队员是正在失踪 还是说被干掉了 还是说被他们绑了 美国也说不清楚 如果说你爬梯的时候 坠海身亡 大家都知道 海豹突击队 他们的训练是很严苛的 海豹海豹 就是海里面的豹子 你这个游泳测试测不了的话 他们的游泳测试 跟游泳的训练很艰苦的 都是身上要负重 在浅到水底下 水底下有两个这样的铁汉的那两个把手 那么把手在水里面去做那个复活成 身上都是负重的 还要有憋气 一边憋气一边负重 一边做复活成 他对人的这个 对兵的士兵的干兵的素质要求非常高 他爬梯子都爬不好 这个是特种部队吗 爬了梯子再掉到海里面去 再淹死了 这是特种部队吗 所以我就讲 这两个人是不是被绑 被绑了 还是说被干掉了 别到时候说 伊朗说从这里把人给放出来了 或者胡塞武装说把人给放出来了 这个就很搞笑了 所以说 美国已经损失两名海豹 突击队员了 那么可见现在 如果按照他们来讲 没有被伊朗跟 这个胡塞武装 给搞了 那这两个人如果死亡了 那可见现在美军的战力有多垃圾 美军的战力有多垃圾 所以说 现在在红海 大家呢 一个是 就是中国的牌头是很响亮的 但是其他的国家 如果有任何 我们观察哪一个他西方的国家 称以色列的国家 他报中国船员的名字 那他妈比 我们就给他两个耳光 扇死他 成为我们军